甜點空剛剛看到納豆的時候 他這樣 嗯嗯嗯 蛤 我這樣 打開納豆海鮮豆那一茶辣 他整個就是覺得好像有點臭 好可愛唷 歡迎來到27度公寓的頻道 我是五毛吧 我是五毛媽 那影片開始前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頻道的 大家記得先幫我按訂閱唷 和其他的粉絲們在觀看影片的同時 按一下幫我訂閱的卡 氣節正優 那各位的留言與按讚 都是給我們最大的支持 與鼓勵喔 沒錯 同時在我們資訊欄的下方 有愛用網站的連結 喜歡的人可以點過去看一看囉 今天這個是披薩必勝客 好一陣子沒有吃必勝客 他家的新品真的出得非常的快 然後出頭也非常的多 那我們今天到底是買了什麼新品呢 香菜大腸鵝鵝麵線披薩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喔我去取餐的時候啊 那個店員跟我說 欸你這個上面是肉桂捲 下面是蚵仔煎跟納豆 然後想說蚵仔煎手之後蚵仔煎 店員太忙了啦 他昏頭 因為今天天氣真的火熱的 哇喔你真的有蚵仔麵線的味道耶 很濃郁耶 他上面是蚵仔酥嗎 感覺像炸過 可是我的大腸跟麵線 好像都炒火咖 對啊 快來吃看看 蚵仔的量其實我覺得算OK 等於一片上面會有兩顆蚵仔 好特別的感覺喔 哈哈哈哈 真的是蚵仔麵線的味道 有蚵仔有香菜然後有蒜味 這個麵線啊 我原本以為他吃進去會是脆脆的 結果還好耶 很好吃耶 還不錯 而且我覺得舊金山手工餅皮 比原本的餅皮好吃耶 對 可是只有細微的差距啊 可是我還是喜歡吃薄的 因為厚的啊 真的很容易薄 但我覺得他這個厚也不會很厚啊 這還OK啦 根本以為我的意料之外 我原本以為會很噁心 結果還好 其實他是好吃的 那他現在這樣子呢 一個是399 就等於小披薩 我覺得還行啦 他的蚵仔呢 就是真的很像蚵仔酥放在上面 整個口味它有到味 然後大腸呢 是有淹過的那一種大腸 所以也是有入味的 吃起來不會太鹹 因為他的鹹味都在 大腸啊 還有他蚵仔上面 其他我都覺得還不錯 對 好我們看下一道要吃什麼 來 來 這一道就special 這一道我就有點噁心 呵呵呵呵呵 再來要吃的就是 納豆海鮮凍披薩 跟各位說 我剛打開那一剎那 撲鼻而來是 臭味 我覺得好臭喔 我本身是喜歡吃納豆的人 所以我不排斥 可是他料挺豐富的耶 上面有蘿蔔 粉紅色那一個是白蘿蔔 然後那有章魚 魷魚跟蟹肉棒 納豆目前看不出來 吃吃看好了 欸他下面有飯耶 納豆拌飯我可以理解 很好吃 但是呢 現在變成這樣 我覺得有點怕怕 好 這納豆味好重喔 就是下去的時候 他的飯 對 他是薄的餅皮 下面鋪一層飯 然後再放上這一些料 納豆應該就是 膠在上面 然後鋪平 我在猜啊 嗯 所以你每一口都吃得到 納豆的味道嗎 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我原本以為是 納豆那個顆粒有沒有 直接灑在上面 嗯 結果好像不太一樣 納豆啊 不是很多顆 但吃得出納豆的味道 沒有 他就跟我們吃那個 醬油納豆拌飯意思一樣 對 然後拌在一起之後呢 然後最後又有拌青蟲進去 所以他整個 他把它變成披薩 在這個料上面 其實是不難吃的 但是會覺得 嗯 還蠻特別的 不過講實在 這兩款都是我吃過一次 不會再買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還是會買基本款的 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樣啊 我吃完這一次 也不會再買 哈哈哈哈 因為這一道納豆啊 pizza對我來講 真的有點鹹 我整個口腔裡面 除了納豆的味道以外 外加就是 他醃製的這個蘿蔔 還有他上面的醬 我覺得真的過鹹了 我個人是覺得還好耶 只不過他就是 沒有致命的吸引力 讓你說 欸 他想要一片接著一片 我差不多吃完這一片 我等一下又要換回那個 哈哈哈哈 不然我會膩 他會膩喔 口感比較重 我之前有看到一個國外的笑話 怎樣 一對男女朋友 然後走進pizza店裡面 男生就問女生說 你pizza切成8片還12片 結果女生要說8片好了 因為他說12片他吃不下 這個笑話就炸了耶 你覺得點在哪裡 在哪裡 沒有啊男生會覺得8片跟12片還不是一個去切的 喔 但是女生就覺得你不懂我 因為呢8片跟12片在他碗裡的片數是不一樣的 了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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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還有一樣就是我最喜歡吃的肉桂捲啊 來 旋風肉桂捲 他單點的話呢是99 那裡面總共有5條 加夠的話就是49 49比較能夠買 49這樣子很划算啊 平均一條才10塊錢 對 它是麵包然後去弄成旋風捲 裡面有就是肉桂醬 然後最後撒上糖粉 哈哈哈哈哈哈 你老人的氣氣喔 不是啦 不好意思啦 放到現在要開箱的時候 稍微潤潤這樣 嗯 加熱節 我們加熱節對不對 嗯 好啊 好啦 加熱完畢回來 現在來吃看看 呃 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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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才吃兩片披薩而已嗎 哈哈哈哈 啊 披薩這麼容易飽 嗯 是法國長棍麵包啊 哈哈哈哈 啊 屬於有嚼勁的那一種 所以跟忍掉的熱沒有關係 對 只是變熱熱 肉桂的香氣會比較重而已 牙口沒有很好的 可能沒有辦法吃 但是我個人還蠻喜歡肉桂的 嗯 所以做成什麼我都覺得很好吃 哈哈哈哈 可是它的肉桂味對我來說沒有很濃郁 對啊 它裡面整個都是肉桂醬 可是它卻沒有很濃郁 所以如果是肉桂控的這一款 它可能會失望 然後整個就會讓我覺得 在吃有嚼勁的麵皮 不會很難吃啊 對啊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你只是要潛藏而無的話 你要牙口又好的話 嗯 就可以買來吃看看啊 上面的糖霜其實也不會過甜 我覺得OK啦 蠻細緻的糖霜 對喔 還好啦 哈哈哈哈哈哈 很顯然的五毛媽對這一道還好 哈哈哈哈 我會吃掉 你不用推這麼過啊 不要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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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今天很開心啊 跟各位分享必勝客的披薩 嗯 其實非常special的披薩 平常可能不會吃 所以有空的話 可以買來潛藏一下啦 對那我個人推薦 常鮮可以的就是 香菜大腸鵝仔麵餡披薩 另外那個納豆啊 怎麼會買 哈哈哈哈 它會膩啦 就是你只吃一片而已 就不想往下吃 然後這個就看人喔 哈哈哈哈 OK啦 那今天很開心囉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喔 那每週的三五日晚上八點 都會更新影片 要記得收看 記得到我們粉絲專頁按讚 還有追蹤我的IG喔 想要貼近我們生活美食動態嗎 加入我們官方LINE 按右上角的追蹤起來喔 在這邊跟你們say goodbye囉 bye bye 這一定會的 現在天氣這麼熱 要在那冷笑話嘛對不對 嗯嗯嗯 人啊 女婿啊 越來越多 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不怕鬼月 怕的是什麼 最怕歲月 為什麼呢 因為 歲月不勞人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比鬼味還恐怖 哈哈哈哈 但是我怎麼覺得你比較恐怖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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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